尝到毒药之一的生烟皮皮虾 据说能好吃 放在冰箱里两三小时就可以鲜嫩多汁 特别好吃 放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上色 一包摇鸡粉 一勺花生油 里外涂抹均匀 腌制一小时 葱半包盐鸡粉 一勺花 盘底铺上姜葱 放上腌好的鸡 首先糯米需要提前浸泡4小时 下午花肉末煸炒出油脂 再放腊茶丁和西泽一个漂亮的花边 糯米饭中放入咸蛋黄 再捏成团 这样做的烧麦香甜软糯 多留底油 下入鸡蛋液 赚钱滑熟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吃鲜虾粉丝包 学会这个做法 再倒入泡好的粉丝和后盖中火 煮上5分钟就可以了 粉丝吸收了虾的鲜味 一定要冷水下锅 煮开口 碗中放生抽 蚝油 鸡精 生粉 适量清水 搅匀 下青红辣椒 翻炒至断生 再倒入 翻炒均匀 裹上料之后 再来点灵魂九成 再放一勺生粉 抓隐腌制半小时 五香粉 料酒 生粉 装糖调味 再放勺生粉和食用油